誒 對了 你記住啊 在我師兄面前 不要亂叫我師父 你本盼門規 我已經長門的同意 本下地址不得在外上自搜圖 你可別害我被大師兄罵 知道嗎 是 學他嗎 怎麼用你的模組啊 不要亂講 我猜的啦 我不知道 我妹以逍遙 拜進前輩 嗯 好 師兄 怎麼樣 好看中的人不錯吧 師弟 難得你肯收起玩心 不再次數亂跑了 哈哈哈哈 老了 跑不動了 是啊 我們都老了 是該好好找個合適的船人 繼承本門的絕學 不過 師弟 你也真亂啦 那我本門的劍術是傳給外的 那我是那星數不正者頭去學 怎麼行呢 放心啦 我看了影像很準的 而且這小子天分極高 我只將他一次 就學會 嗯 這倒是沒錯 哈哈 小搖 師兄答應你 說你做我仙劍派的弟子呢 這 前輩的厚愛 晚輩心靈了 哎 為什麼 你不是很想學 他們仙劍派的法術嗎 因為 因為 晚輩 乃世俗之人 俗心未盡 怕不適合這世外清修的生活 嗯 有時候過濾也是對的 不過 你放心 本門地址 除了掌門人 其餘者 並非一定要出家 只要遵守本門的戒律即可 可是以消耀後來當然掌門 呵呵呵 OK 不過那是之後的事情 好 搖線有Course 就有點閒 晚輩 考慮看看 好吧 這也算是人神大事 你考慮幾天 再就決定 欸 你何時變得那麼扭扭 我唸唸的啊 像是娘們似的 我們仙劍派的武學冠絕天下 只要你洗了其中九牛一毛 便可奧視武林 學了一半 就可以縱橫三界 武林中多少人 莫名以求的機會 都擺在你眼前 你還有什麼好猶豫的啊 這門前輩如此看中我 晚輩心中十分感激 但是 晚輩還可以把一些 熟識處理完才行 哇 我知道了 是不是 還有一堆紅粉知己 你也擺平啊 那前輩見笑了 你們就留在這 住幾天吧 前輩參觀參觀吧 你會喜歡這個地方的 前輩 我被想像打聽一個人 前些日子 你是我曾救一位 年幼十六歲的女孩子 不是 不是那位姑娘現在何處 我何時救過年輕的女孩 沒有嗎 沒有 沒有 對了 先提醒你們 後山是本門的禁地 不可隨意上床 道士的悶生小孩我是不知道 他沒有說謊啊 健身沒說謊啊 他沒有救他 他沒有說謊 摁摁 他沒有說謊 又有輔助嗎? 怎麼會在這裡 哎哎哎哎不敢拿走啊 那是掌門師父交代的啊 要我拿去念當盧銷毀了 我差點給忘了 銷毀?這怎麼行? 這種輔助是我一個朋友的 那輔助是妖魔鎖化的真的啊 師父說不可以留他的人間 雖然他的法律被師父封住 那還是很危險啊 先把他交給我吧 我只會向你們掌門說清楚的 小獅頭 小獅頭 你還在嗎? 主人 主人被關起來了 主人 是說零人嗎?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快告訴我 有一伙苗人為了爭奪主人 跟一個獨眼的打了起來 結果通通死掉了 住在這裡老頭子剛好經過 聽說那些人是主人殺的 我憑了沒想保護主人 結果主人還是被抓走了 我聽見那老頭子說 他要把主人關進索妖塔 他們怎麼可以這麼不講理 怎麼可能 靈兒是活生生的人啊 怎麼會被健身前輩當作要過捉起來了 求求你們 一定要救救主人 一定要被關入所壓殺的人 絕無生還的機會啊 怎麼啦 看你以負氣即敗化的樣子 不然 前輩 這是什麼意思 恩 阿青怎麼還沒把這東西燒掉呢 正式的 不 我是問 原來持有這佛祖的主人啊 你是不是把他關起來了 邀請魔偶 只該打入所要他 你 竟然 怎麼了 有什麼不對嗎 他是我的朋友啊 那只是一個柔弱的女孩子 你把他當作壓壞 求 求路那種地方 豈不是要置他於死地 朋友 沒有 李少俠 你以後少去解交那些邪魔歪道 修煉仙劍派的劍術者 最即受到胡金鬼滅所用 若是喪失心智 就會墜入魔導 以忘記而不復 這幫道理 你要明白啊 我不是要聽你這些大道理的 請你馬上把靈兒放出來 你死這條心吧 收邀塔內 乃另一處視線 收入塔中的妖怪 絕無放出之徒 你們 把人民當成什麼了 對長輩說話 是這種態度嗎 哎呀呀 你們兩個怎麼回事啊 突然吵了起來 你們不放人 我自己去救 哼 不懂事 你死了這條心吧 本派創立百年以來 從未有人進入塔中的活著回來 你要是不怕死 就先自便吧 逍遙 你這玩笑可太大了啊 前輩 我是認真的 凡是說太認真就不好了 胡師兄說的沒錯 進塔容易出塔難啊 收入索妖塔 全死極雄的妖魔 數百年來從沒有一個人 輪到塔內深處 還能活著回來 換句話說 就是有人曾經 進入塔中了 是沒錯 在我太師父那一段 曾發生過一件慘事 我有一位太師豬 犯了門規 畏罪逃入索妖塔中 啊 那個時候是 後面的故事 當時本門數十位弟子 追入棄博 結果沒有一個人回來 此時以後 太師父立下規定 嚴禁門下地子 進入索妖塔 回則禁飛武功 並逐出師門 我不做數三地子 就不必遵守你的門規 你大哥 前輩說的沒錯 此時非得那之地所能解 救人的事 需從長記憶才是 不 你應該停得了那麼久嗎 況且他根本沒做錯任何事 為什麼要受這種罪 唉 好吧 跟我到外面來 你當真 非要學不可 晚輩信義已決 唉 唉 造幻弄人 撥下這些吧 這些是維斯所有的法寶了 這個雷靈珠呢 是從蜘蛛金身上得到的 反正我用不著 酒呢 不是用來喝的 我是耐使法術用的 這招 九成咒 乃我自闖法術 其威力不下於本門的任何一項絕選 不過 千萬要記住啊 由於此處威力過於強大 所以一生之中只能使用九次 或者 比氣歇而亡 而且每次使出此招 必耗盡全盛的真情 所以 除非僅要光頭 且不輕易使用啊 這位正式行李 畢竟 你我算是師徒一場 我能幫你的 只有這些了 你 好之為之 我 我跟你去 不 這是我一個人的事 不理你念你 還說這種話 事情過於危險 你留下來 跟你在一起 有什麼好怕的 靈兒跟你非親非故 我不能讓你涉嫌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就靈兒妹子 只能少我一份 能不能活命還不知道 你不要忍性 你為了靈兒跟靈可不要性命 我要跟你抗生共識 月魯 我的天啊 天啊 瞎藥 唉 泰斯書沒有出現過嗎 我怎麼記得好像有 有提到吧 有提到吧 無藥可救 感謝R1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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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念 報上名拿 無理之徒 無乃磁塔之守護神 正欲冥王 這座塔是真理創建的嗎? 非也 所邀塔乃人類所建 無乃天界諸神 順以人界之請託 下凡前來協助正守磁塔 你們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不說出來也不許通過 我們來找一個人 可否請你幫個忙 恩 塔內關的只有妖魔沒有人 還能知不去進入塔內 只死無神 奴等數數回去吧 我有一位朋友深陷塔中 這是因為只死無神 所以我會去救他不可 恩? 那我是屬山弟子嗎? 不是 恩 我的職責 是不讓妖魔逃出塔外 這句話也有BUG 也不是BUG 也就是說可以讓人類逃出塔外 除了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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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山弟子 其餘的人要進塔中 並不在禁令之列 你要進入 我不必阻止 你請吧 欸這冥王之前之後有故事嗎 這我倒是忘記了 好這邊又是一大村迷宮了齁 喔這個豬 豬八戒 這是豬八戒嗎 五百我 欸有錢欸 喔有燒肉跟錢 竟然有燒肉 天哪我偷到食物就好餓 喔對對對 那個蘇中仙嘛 好我們走到索妖塔的第七層了齁 然後這邊有個太師叔 底下有一點講都不講 然後他直接弄一個 敬拜的意思然後就把劍拿下來了齁 可是他為什麼拿都沒有講 哼 是 呃是誰 大師兄 我對不起你 你們又是誰 嗯 活人 活人怎麼可以進來這裡 你的師父是誰 他沒有告訴你這裡是不許進來的嗎 我 我不是 敢當為你師門禁令 我來代替你師父懲罰你 欸 我 我 有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先禮貌一下唷 我們稍微看一下泰絲出的那個招式好了 我見他招式有些蠻帥的 我見他有一招是用劍的 欸他怎麼不放啊 這樣我很尷尬欸 那我這邊白白防禦 我記得師父 師父不是有一招劍那個 飛來飛去的那招 還是那是舊版的才有 有點忘記了 欸怎麼不行人家也逍遙一發入魂欸 其實這邊我打的話是用 天鋼戰星跟最先萬月步啦 不過我想看他的招式 所以我們打慢一點 有這招 對就這招 你覺得這招很帥 有了剛才有出現了 OK 等於是血量低一點才會有吧 我還是覺得舊版的那招 舊版的那個 泰式速度預見處比較帥 新版的好像還好 跟普通 OK可以普通攻擊了 輕輕鬆鬆 五千 對加強版的預見處 好 劍神學到了 在蘇花塔學到劍神 師弟 是我 是我還是你們的 從他的衣宿看來 也許是以前 原始在塔中的 鼠山青青派的前輩 姑娘 你 你是 我是他的女兒 你 你是人 你說呢 令尊 啊 真對不起 冒犯了令尊英靈 十八年了 爹一直死後 靈魂還無法從自責中解脫 我應該感謝你們才是 你 你在這裡生活了十八年 母娘 在這裡生下我的 我什麼時候 OK吧 手要塔劍神也OK啦 手要塔劍神的封號 就是我啦 這裡這麼多妖怪 你 我有一半是妖族的血統 何況看在我死去的娘親的面子上 其他的妖怪不會對我怎麼樣的 都是你們 突然有人類闖進來的話 那些妖怪 是會群 群起工資的 他們都相信 突然吃掉九十九個人類 或是一千隻妖怪 就能獲得離開這裡的力量 這方法太長等了吧 會是真的嗎 而言罷了 不過 這裡有許多妖怪都相信這傳說 所以 勸你們還是小心為事 你 跟我們一道走吧 我們此來是為了救一位 一位朋友 等我們找到他後 讓我們一起想辦法離開這個鬼地方 離開 那是不可能的 能出去 大家早就出去了 你們的好意我心癮了 我只有我的生存知道 告辭 既不回頭 何必不忘 戒然無緣 何須飾演 今日種種 視髓無痕 明細何細 均已沒路 姑娘 姑娘 什麼事 姑娘 你為何會唱這首歌 你聽過這首歌嗎 這邊意義深遠 呃 沒 沒有 既然沒有聽過 你為何這麼問 不知道為什麼 總覺得這首歌聽起來十分噁手 這歌 我是從一個女孩子心裡聽到的 她在心頭裡 不斷地唱著 她是吟唱是不是 對不起啦 快告訴我 那個女孩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怎樣才能聽到別人心裡唱的歌 欸 林悅如 你為什麼要這麼問 只要心中有愛 天哪 為什麼林悅如要這樣問 以前從來沒有思考這個問題 欸 喔 李喬如是因為失憶的關係 齁 因為趙寧友有 有吟唱過這首歌 所以李喬如還記得 就在她 一夜行的那一天 呵呵 呵呵 腰比人還重情義啊 是啊 是啊 沒錯啊 主要塔是什麼 欸 這個問題還是不要問好嗎 前輩 你安息吧 只要心中有愛 這台子也有口血 欸 他想知道以下要喜不喜歡他 嗯 嗯 哇 天哪 好深遠喔 放我出去 李大哥 要叫他出來嗎 不要 好啦 叫他出來了 喔 OK沒有被遮住那麼多 誰沒放我出來的吧 我應該報答你們才是 喔 我的報答 就是吃你們 但你們成為我的一部分 嗯 就在八九韌劍而已 哈囉 艾斯鬼男男晚上好 聽鬼皇的這個模組其實還不錯 但是那個 模組的臉跟那個 他的戲劇圖像不太搭 八九韌劍而已啊 是齁 等一下 欸panda晃你是說 放他出來是放什麼 放什麼東西出來 我剛做什麼 我剛有偷到天香迅滅路嗎 我剛有偷到天香迅滅路嗎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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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偷到 天鬼皇的手 天鬼皇的手 天鬼皇的手怎麼了嗎 怎麼辦哪 你們有 沒關係天鬼皇你在抓 沒關係 我為了弄飛龍探影手抓你 我還有劍神哪 我還有劍神哪 那消耀神劍就好了啊 消耀神劍還比較通一點 抓我抓我 怎麼辦哪 你們怎麼 你們怎麼變成這樣這個樣子 對不對 呃 Pub título eternal 我 要是這樣打 所以不會忘了 你們吶這些人吶 掌龍爺有歪嗎? 欸好像有一點欸 一切都不一樣了 原來你的放出來只是這個意思 對不起對不起我被其他觀眾 帶壞了我還以為是其他東西放出來 這什麼東西 我就不要講出來了 不只掌龍爺歪掉啊 連聊天室都歪掉了啦 憲哥蠻喜歡他的對打 憲哥的BGM我也覺得不錯 真的真的推推 不只掌龍爺歪啊 連聊天室都歪了 從直播仙劍開始都每天都在歪 二代BGM的確不錯 二代BGM的確不錯 哎呦 這好像是我太歪齁 我命就是很直 我直男欸 你看可以再撐一下 唷啊 突然噴火嚇我跳 啊 他血量蠻多的哦 以前我打他是用 九神跟乾坤一紙啊 兩招解決 欸 我們慢慢打 嗯 龍眼草 我有龍眼草 龍眼草我記得很多個 不然我為什麼記得戰化鐵 我不是為了配合你嗎 好在那裡吃龍眼草 啊 他無緣無故噴火小心一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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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命來 我用天槓仗氣了受不了 啊 沒有啊他應該也會抓一小遙吧 只抓影院毒太過分了吧 呵呵 我不怕是不是 那你怕噴什麼東西 請問你怕被噴到什麼 可以告訴我嗎 哈 哈 哈 哇 一萬 喔 還多了 可以可以 等一下 你先聽我說 你們還有什麼依然說在聽聽吧 等我車座99人 離開這座索牙塔破 說不定可以替你們辦到 我們救了你 為什麼還要被你吃掉 這太沒道理了吧 這是我天鬼主的規矩 你們怨不得我 我如果不放你出來 就不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呃 沒錯 事情既是因為我而起 就應該由我來承擔這責任 你不必負責 你說是不是 既然是我的責任 而非你的 就應該照我們人類的規矩來辦 這 呃 好想有道理 在我們人類的規矩 就不用這樣打的 你死我活 只要被救的人 大力替他 去救他的人 做一件 不 不違背 為不我道義的事 就行了 但是 我是鬼 你是人 我能替你做什麼事 好晚安喔 晚安 這樣吧 你幫我們離開這座迷宮 到下一層就行了 小事一見 這附近有一層同門 你們 到那裡等我 真好騙 他的意思是這樣 不愧是玩Super Run的人 OK 走 猛欸 太猛了吧 果然就是 Super Run還是要有一些方法的齁 欸 這位妖怪人說 不想打架的話 就先讓路吧 我是很想走開啊 可是我有很大的困難 困難? 是我們困難說來聽聽 也許我可以幫你一把 欸 真的要幫我 只要你讓路 說出來我就幫你 太好了 請你們告訴我 我應該先踏出左腳 還是先踏出右腳呢 雖然我沒看過他 但這世界上就有很多裝熟王 這 像他哪隻腳不都一樣嗎 不對不對 左腳是左腳 右腳是右腳 樣子怎麼會一樣呢 那就隨便啊 你習慣哪隻腳 就哪隻腳不就好了 拜託你快讓路吧 拜託你快讓路吧 怎麼可以隨便呢 我在這裡想了五百年 一直倉不透 知道你呢 那 左腳吧 左腳 為何不是右腳 先踏右腳也走得到 為什麼走路要先出左腳 而不出右腳呢 你很煩 你很煩 你很煩呢 不是左腳那就是右腳吧 右腳 右腳 右腳是我的腳 左腳也是我的腳啊 為什麼鳥之腳要奔 左右先後之分呢 為什麼 為什麼 這 你這不走開 我就砍你 你砍我 我沒有砍你 你又為何要砍我呢 你知道這問題的答案嗎 你 月魯 算了 這蠢問題應該能不倒我們 何況我們先幫助人家在先 蛤 能不倒你們 你不是被難倒了嗎 好啦 我們找到書中先了齁 我在看書 別吵 等等 老伯 沒禮貌 叫我仙人 仙 仙人 唉 有何不對 老夫 身體越變 金石子極 敗讀諸子百家著作 死後復林 於書簡之中 五百年來 參遍天地人 三界 巫術經文 論學問之冤 知識之廣 就連天氣的神佛 也不一定比得過我 如等小輩尊我一生 書中之仙人 不過恰如其分 真是失禁了 書中仙前輩 哇哈哈 這話 聽得令人舒慘 唉是嗎 李笑 明明就在酸你 還沒天下全S 書中仙前輩 既然你讀過這麼多書 學問一定很好囉 問這什麼廢話 任何媒體 都難不倒你囉 那是當然 那有個問題想請教你 這問題還不簡單 你可否告訴我們答案 不行 以後我來跟他們說 你們帶我走 老實說我覺得這邊還蠻有趣的啦 不知道天書 OK 我記得天書可以跟他講話 我印象中 我應該先踏出左腳 還是先踏出右腳呢 你知道這問題的答案嗎 原來是這麼無聊的問題啊 怎麼是無聊的問題 五百年來 這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待老伏略是小數 什麼問題也沒了 隨隨隨便便把人家變成殭屍 啊 原來如此 哼 難度太低啦 真是沒有挑戰性 好的時候我覺得砍腳比較適合 等抽卡就去睡覺 OK 好啦 好羅伊到家了沒啊 這鳥問題可以想五百年 我覺得他真是在自討苦吃啊